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研究部网友的这些单位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最后有一天恐龙训队跟我说 这个案子到现在不是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就说到底是用哪一架飞机 哪一个航空是一般机把它运回台湾 运回台湾 用这个华航不是这么长的 那么 这个我们的两岸关系 我为什么刚才讲那么多很多 我觉得希望有更多 因为真的就是说 过去这么七十六十多年 两岸关系有这么短短的十几年 是很安定的 是大家不必担心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非常难的 我自己这个 归纳起来有大概 呃 非正式的归纳 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处理 关系大概 三个 不算大原则吧 小小小的 小小的注意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要务实 要务实 我觉得我们的 因为我们小 大陆大 大陆内部有非常非常复杂 什么样的力量都有 什么样的力量都有 然后外面还有美国 还有日本 大陆 美国 日本 这三个大国架在一起 他的GDP是全世界的45% 台湾只有1% 所以1% 同时跟45%打交道 你要跟A打交道 不要让B和C 忌妒 担心 这是一个学问 你要同时得罪 三个 那你倒回 得罪其中的一个 你都会吃不掉 台湾最好是同时跟三个打交道 但是呢 让死 每个都 觉得他需要 这个时候 你就随着船高 但是你假如得罪其中一个 那你要靠另外一个 那你就被另外两个吃病了 或一个或两个吃病了 那你这个也得罪了 那你这个路也不好走 这是 所以这就是务实的原则 务实的原则 这是 我自己 这其实在 在国内政党 国内政治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实力 务实是务那个实力 你有这个实力 你就做这个实力 你有实力 不要做这个实力 第二个就是随着而来 务实要审慎 要审慎 孔雷兄在这段时间的 在这方面 从这个书上可以看得出来 他很多事情 他的考虑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审慎 就要赚加 要赚加 那么我们 常常在台北开车 我看到 台北开车的环境是非常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什么样的车都有 有大车 有小车 有脚踏车 有摩托车 然后你不晓得什么时候 从巷子里面 跑出一个小孩子 追着皮球跑出来 你随时要准备刹车 什么样的都有 还要穿过一些小巷 所以这神圣子 我们非常需要 别的国家都不会 美国约战打说 还是一条好汉 美国中东 打了两个大战 也没有逃到 逃到什么好处 摸摸笔子 还是打 我们没有这个福气 我们假如说 摔一个灯斗的话 那爬不爬起来 就不知道 所以务实 审慎 所以我们前面 我们两个原则是一定要的 那第三个就是 第三个比较难说 就是说 要让自己的 就是说战略的讯号 很清楚 但是战术的讯号 可以吗 那 我什么意思呢 最近很流行的讲 维持现状 像我在讲 回到台北开车 我常常在想 我们开车的人 最怕什么 最怕 跟着 我是第二辆车 前面是第一辆车 第一辆车呢 灯也不打 台湾人 台北人开车 不喜欢打灯的 你到北国 去了北的国家 打 开车的话 他有时候一排 要左转的话 一排左转灯 一排的人都打灯 四几辆车全部打灯 不会中间有人不打 你前面打我 我都不打 右转也是一样 台湾都是台湾都不打灯 不打灯 等到我们要转弯的时候 我再打 这时候呢 你跟在后面那个人 你以为前面那个人 维持现状 但是灯一亮的时候呢 他是要左转 他左转就卡住了 那你跟在后面 你就在那边等啊 你只好等啊 因为他 你以为他是维持现状 但实际上是要左转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就卡住了 你就在那边不能动 那这个就是现在台湾的 台湾的困境 我觉得这是现在台湾的困境 第一辆车的 所有的乘客都在架上转转 但是呢 套大灯 你不知道还要不要转 他什么时候转 你不知道 转这个灯是要靠别人转 你在后面的人呢 你要投资呢 还是要消费呢 还是要赶快转 还是要走呢 你不知道 所以就闷了 闷了 现在就是这样闷 闷到现在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一个政府的话 这个就是说 国家的战略的信号要轻 要让老百姓知道何去何从 但是呢 你的战术 你可以有弹性 战术可以有弹性 这个是 这个中间就有一定的学问 但是 假如都不需要学问的话 为什么要这么来做 谁都可以来做 你 你看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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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